也不要忘记你手里面也抓了不少的生命 你手里面也挽救了不少的生命 我觉得当我很挫折的时候 我喜欢去产房看 我喜欢去儿科的病房看 看那些因为我们的努力 而让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变胖 变得健康 或者是急性虐急的病人 因为他来我们拯救的好 孩子第二天就在病房里面碰碰跳跳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觉得人生是两面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 只是在那边的生活的振幅是比较大 其实我觉得这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 就是当这跟钟摆一样 就是当这个钟摆盪到这个 好像你觉得最鼓励的时候 只要你愿意放开它 这个钟摆一定会盪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很好 是很exciting 是很开心的事情 那只是 就是要认清这一点 就是你的生命中每天就是 像这个钟摆一样会盪来盪去 有的时候非常的开心 有的时候非常的难过 但是你不要故意惊住 就是说我就是没这件事情 因为当你惊住的时候 这钟摆就摆不过去 你就不会有开心的事情发生 那至于说家属能不能接受 其实我发觉很意外的 在非洲他们对于投降 愿意接受这件事情是 我发现是比台湾的人来得容易 很多时候我曾经遇过一个病人 当他来的时候 我跟家属讲说很抱歉 你的父亲我没有办法医治你 因为他是已经慢性心衰竭 我说这个病人 anyway他一定会死掉 当我出出口 其实非常难说出口的时候 其实家属健然他回答我说 如果医生你都这么说的话 我们就放心了 就是我们没有 就是至少我们没有错过些什么 所以在那边其实我发觉 医疗资源的匮乏 其实反而让这些人 他们对于医病之间的 这个appreciation 这个感激 其实是非常的正面 也非常的单纯 那反而跟目前台湾的医疗环境 是有点不太一样 这是让我觉得非常surprise 我们继续来接受其他的问题 宋医师好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重新回台湾来 重新面对一群 已经在安逸生活中 习惯的病人跟家属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要对他们有些什么 就感慨的话 或是想要跟他们说些什么 谢谢 说感慨不敢 因为 应该这么讲 就是说 不同的生活环境 就是 我可能比较 就是说 你要跟水里面游的鱼 谈空中 空中的鸟是怎么样生活 或是跟空中的鸟 谈水里面的鱼是怎么生活 这是很难比较 不能比较 所以也没有什么感慨 只是我觉得要认清一点 就是 环境不同 通常这些话 只是我自己心里面会这么觉得 就是说 当然就是台湾的病人会要求比较多 因为其实我们觉得说 有这些 台湾的速度就是要快 病人什么来的快快快 要快要快 那病人的要求会比较多 他们要求品质也比较高 其实这也是 医疗会进步的一个原动力 但是有时候我就是在心里面这样想 就是说 但这话是不能告诉病人跟病人家属 就是说 有些病人要等了十分钟 他就不耐烦 他就说 我这是挂地症的 怎么那么慢 心里面我会想说 其实如果你有看过 一个病人从非洲 他要走十个小时来到这个医院的话 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这么的不满 但这话我不会跟他们讲 对对对 不然可能第二天就马上就被告 但我觉得这是心里 当我心里面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不会那么容易 动怒 或者跟他们生气 就像我刚刚讲 就是当你的生命版图是 你有看过 你有看过这边跟这边的时候 你有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 其实就不会这么觉得说 每天生命中 怎么这么多的不合理 每天生命中有这么多的不愉快 对 好那么同学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再次谢谢海洋大学的老师 同学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宋瑞祥医师 吴国界的行医记 其实宋医师他的演讲 我听过几遍 我觉得每一次听他的演讲 对我来讲都会有一个更新更深的感受 透过今天宋医师的分享 我们要再次跟各位同学提醒的是 不要小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有太多 我们不认识不知道 而我们应该去加入这个世界的地方 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小看你自己 那么也不要小看了你对这个世界 可能造成的影响力 我们希望除了宋瑞祥医师以外 将来有更多的同学 包括今天海洋大学的学生在内 能够带着台湾的精神走向全世界 我希望下一次在点灯节目访问的 就是你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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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